其他還有哪些隱藏功能 當然我們剛剛已經知道說各區 你看看中山區 跟他隔壁的大同區 其實他的切斷案件數量就差蠻多的 人家那個大同區 其實好像在隔一條街 我記得好像才 就是中山區 然後隔壁不是大 那個大稻埕那邊就是大同區 好像隔了一條 不知道是隔延坪是不是 然後那邊就是那個大同區 所以為什麼差那麼多呢 OK 看起來大同區也是屬於舊社區的 好 那所以如果假設你要細部再去統計分析的話 甚至呢 你說老師那我想要知道 那個大同區裡面到底哪一些地方 這個切斷案件最多 比如說可能想要去那邊買房子 或租房子的話 那我至少要知道哪些是雷區吧 雷區就是 哇住那邊常常會招小偷的話 如果你真的要住那邊 我在想那邊雷區 應該房租會比較便宜吧 OK 對 如果比較便宜啊 算了 那你就可能要自己要多準備一些那個 防盜的一些措施吧 有沒有 可能要多裝一些攝影機之類的 好 那所以哪些是雷區我想要知道的話 那怎麼辦 其實可以講喔 樞紐分析表有一些隱藏功能 也就是說如果你想知道這個303筆資料 到底位於剛剛的資料的哪些地方的話 那你不可能說你自己又從這邊去找吧 當然你可以有個方法就是 回到原來的資料位置有沒有 然後用資料裡面的篩選 有沒有篩選 你有沒有要放這個G1的地方 然後篩選就是可以針對你要的資料打 欸有沒有發現這個跟剛剛那個很像有沒有 那你把那個什麼呢 把那個中山區的部分打勾之後呢 中山區留下來 你就知道中山區的 那你可以再做中山 針對中山區這些資料再去分析 可不可以可以啦 這個是篩選的功能 有沒有 那恢復的話就是讓它全選就可以了 全選就是全部啦 OK 或者是你把這邊把它什麼 篩選打按一下 它按一下就是有 再按一下就是取消 這個篩選功能也非常的重要 因為如果你要查資料的話 其實用這個篩選就非常夠用的啦 當然它的功能很像是那個什麼 資料庫裡面的那個SQL 如果以前你們要查那個資料庫 都要下一些SQL的語言啦 其實如果你不想啦 你乾脆把它丟到ECL來 ECL裡面用篩選查也可以查出來 你也可以下條件啊 比如說這個地方你可以篩選針對地址的部分 其實這邊是可以針對地址裡面 給它一個條件的話 常會用到像包含 包含就是下關鍵字 哪個關鍵字 地址裡面出現什麼關鍵字 幫我篩出來 可不可以啊 OK 甚至你可以設定區間等等 其實這太多可以做的這個變化了 所以其實工具提供的功能其實還蠻多的 所以這個篩選 我剛剛提到區的部分 你是可以用篩選之外 那如果不用篩選的話 還有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你可以在樞紐分析表上面 有沒有 它有一個簡單的方法 它在那個樞紐分析表這邊 303上面 你把它快點兩下 我先把這個中山區 這三個是複製一下 Ctrl C一下 然後再到這邊 303快點兩下 那快點兩下之後 你有沒有發現它得到什麼東西 有沒有發現 它原來的這個樞紐分析表在這裡 它在它的左邊的地方 幫你新增一個工作表 然後這個工作表裡面呢 就自動的比數 其實就是什麼 你不要放這邊 Ctrl 向下 有沒有發現 它是304 那你說老師 不是303嗎 因為欄位名稱你要算進去 欄位名稱 再加1 不就303了 那這什麼意思呢 就是你在這個 書有分析表上面 快點兩下的時候 它其實就是自動幫你在前面 把中山區的所有資料 幫你把它獨立出一個新的工作表 那當然你這邊可以再貼 把那個名稱改 改成叫什麼 改成叫中山區好了 有沒有 中山區資料就有了 只是說吧 它跳出來之後 哇 它好像那個顏色特別鮮豔有沒有 它其實主要是說 它已經幫你把它變成所謂的表格 表格其實英文意思應該table 就是把它當個資料表 上面會自動就是有一些篩選功能 讓你可以去做一些你要做的篩選動作 可是有的時候我其實不是很喜歡用表格 因為有時候太多花樣了 所以有的時候我會把它什麼 恢復成原來的範圍 所謂的範圍就是我們平常在用的那樣的方式 所以有時候我會先把它轉換成範圍 當然這個你要不要轉到無所謂 所以主要重點就是說 如果你假設要各區的資料的話 你可以把它點兩下 甚至是萬華區 比如說你想知道萬華區 到底哪邊切案比較多 把它點兩下 跳出來有沒有 這個就萬華區了 所以你就可以再把什麼 這個名稱改成叫萬華區 工作表 這個工作表就萬華區 你可以再細部再去統計分析一下 有沒有 所以這個樞紐分析表又有個衍生功能 還滿方便的 這樣就可以把它跳出來了 好 那再來的話呢 就是說呢 除了說可以做什麼 做單一個欄位的統計分析之外 其實甚至你可以做多欄位的分析 但我們剛開始有沒有 這邊不是有列嗎 我們目前要用到列 那其實你甚至可以把它再增加一個什麼 增加一個欄的分析 比如說我希望知道一件事 就是各區的那個 像這個資料裡面還有什麼 有一個那個發生時段對不對 在不同的時段裡面 到底哪一區發生的那個 這個什麼什麼時間發生切案件 是最多的 那當然我可以做一個什麼 比較複雜的分析 就是我還可以再把剛剛的這一個 裡面呢 再把什麼 發生時段拖拉到哪裡 拖拉到這個 這個本來翻譯原來叫懶 不過現在好像改成叫什麼 叫樹粒 叫圖粒 反正把它拖拉到這個區塊 那你會發現呢 這個圖當然會發生變化 那如果假設說呢 你拖拉一個發生時段之後 你會發現 原來的區還在 然後呢 他會把每個發生時段的數量 直接就幫你把它放在 它的右邊 所以你可以一目瞭然 有沒有 中山區在什麼什麼時段 各是 它的數量各是多少 有沒有 就很清楚了 不過啦 但是雖然已經很清楚 但是你看數字 總是沒有看圖來的直覺 所以其實如果假設你要呈現出 這個各區的那個什麼 哪個時段發生切斷案件的數量多寡的比例的話 其實我比較建議你乾脆不要用這種圓形圖啦 你可以把它變更一下圖 那怎麼變更 按右鍵 這邊有個叫什麼 變更圖標類型 有沒有 如果你假設要改的話 你不要另外再畫一個新的圖的話 你可以變更一下 那我是建議如果各區的數量的比例的話 其實有一個又可以呈現數量 又可以呈現比例的一個圖 它叫做 分欄 這怎麼翻譯怪怪 這個應該是直條圖啦 在直條圖裡面呢 我是建議你可以用什麼 叫做百分比的一個 這個 直條圖 對疊直條圖 它就會呈現出我們要的 但是 因為我們剛剛有加標籤 我看我們乾脆重新畫一個好了 這個把它Delete掉 然後呢 如果我要畫一個堆疊直條圖的話 一樣喔 我在這邊分析 蘇某分析圖 那我找到那個什麼 百分比的堆疊直條圖 我覺得這個呈現的效果應該是還蠻好的 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你可以看到呢 它呈現出來的結果 就會是各區 對於在不同的時段 發生切到按鍵的 這個比例的分佈情形 這還蠻清楚的 有沒有 當然啦 你如果上面要加標籤 因為圖例這邊有標 如果你要加標籤的話 一樣 在這個上方的話呢 你就把它 在按右鍵 讓它新增那個資料標籤 它就可以把標籤給加上去啦 OK 那請各位試試看好了 剛剛主要幾個重點 第一個喔 就是如果你想要知道 各區 這個如果發生事實上 要恢復的話 把它往上拉 就刪掉 如果你要加的話 就把它拉下來 這個是移除 這個是加入 OK 所以剛剛這個 假設你要產生各區的 所有數量的話 點兩下 它就跳出來了 OK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試試看喔